其实保险的角度来看的话 保险本身就是几个需求 如果你是买大额的保险 又想要做到那个 就是你想规划这一块 达到这一块的目的的话 保险信用还是必要的 其实因为你包括从税务方面来讲 从你资产怎么分配方面来讲 这个都是比较必要的 但如果你是只是很小额的保险 或者并没有 你资产并不是说有超过 那个一整税减免额的那个数 那个额度那个就可以看 也不一定 就是说刚才小薇讲了 如果你是比较稍微大额的 那这个还是要值得大家去考虑的 因为还有一些就是受益人 可能就是小孩子还没成年了 或者就是说成年好了 可能很年轻 20岁20来岁 还没有懂得很 怎么样去把握一下子来 那么大一笔钱的时候 那弄信托呢 这一方面可能是比较 比较好一点的 你怎么安排 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这个刚才小薇相信 要讲了很多了 我是亲历 亲历见证过一个十几岁的小孩 去读大学 他妈妈去世了 然后就不多了 就赔了就他那份了 就是因为爸爸也动不了 他成年了 他那份就二十几万美元 然后上到大学 就两年多吧 两年多就把二十几万给造没了 你这两年多二十几万 还不算多的呢 他的保额不够大 你这二十几万还不够买 买一辆跑车呢 这倒是 一百万以上的了 很少低过一百万的保额 他那个保险不多 对对对 他妈妈就买了一点点 谁会想到那么年轻 就去试呀 关键是 也是对的 那正好说到这儿的 因为我们有碰到很多保险的经纪 会说某一类是很好的 最好的这样的 但是就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只有适合不同的人吧 适合不同的种类 那我想请 就要是正好和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保险大概有几个种类 那每个种类适合哪种人群 然后就是什么样的人呢 需要去做这种不可撤销的 或者是去买这种人寿保险 来做传承的这样的 这样种类的人 那基本上我觉得 那就是保险呢 大概会有三种需求吧 然后呢 第一种就是最基本的需求来 那就是保障需求 就我们讲的protection 因为为什么我们会讲 基本的需求 因为不同的需求 可能你要考虑 选择的选种会不一样 包括你年纪不一样 应该选择的选种也会不一样 那第一种 就是最basic的需求 保险就是最简单 最basic的 就是protection 保障的需求 那第二种需求 可能很多人就是说 利用保险来累积更多的现金 现金价值 就是说想将来来做这个退休 退休规划的 就我们讲的income replacement 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当医生的 可能我一年 一年二三十万 三四十万一年 或者当律师的 我可能好几十万一年的收入 那退休了 肯定那个收入可能不一样 就不一样了嘛 如果没有其他的投资 那能 保险这一块也是可以做得到 一个income replacement 就从保险里面拿的 那最后一类型 那就是那个资产传承 就是做亿产规货的 所以基本上是三大类的这种需求 那按照不同的需求 其实显种有哪些呢 我会基本讲一下目前的 那一个呢就是term term就是说term life 就是有期限性的 比如说我买一个三十年的term 那可能就是开了三十年 比如说我今年三十五岁 当然我不值了 三十五岁我买一个三十五年的term 三十年的term 那就是cover到六十五岁 那通常像term那种情况的话 可能比较适合那些 有小孩啊 然后可能房贷也很多啊 就是liability很大 责任很大 但是budget也是有限 可能不想负担太重的话 又需要一个保障的话 那这个时候这类型的朋友呢 可能就可以考虑这个term life 那还有就这种就是 guarantee的universal life 我看到这里来 OK 不好意思啊 刚才因为讲到第一种是protection 那protection你可以选择这个term life 或者呢guarantee的UL guaranteeUL呢 跟whole life啊 IUL啊 这就不同的种类了 呀 还有一个VUL VUL我这里不会不会特别讲 这几个保险呢 它都是有它的特性的 term我刚才讲了 GUL呢 它就是universal life的一种 那以前传统的universal life 那它就是 它就是保险公司给你固定利息嘛 但是这个利息是可变动的 好像80年代的话 利息很高的时候 如果你保险是用很高的利息来计算的话 可能这个保险 当时买的时候很便宜 然后有可能到利息低的时候呢 你的保险 可能就是 就是说你累积的那个限定价值 就不足够来cover cover那个保险成本的话 那这个时候 这个保费就有可能增加 这个universal life 其中一个缺点 现在基本上没有 市面上也没有 传统的这种universal life guarantee 为什么都加个G呢 它就是解决了 传统universal life的那种缺点嘛 所以呢 它加了个guarantee 也就是说你的保单 只要你按时付费 就是不会中途停掉 那这个保险是不会lapse的 就是保费也不会 不会有调 就是会有调高的可能 就是fixed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个 终生的term 就是保到121岁的term 你可以这样理解 像这种guarantee 其实非常适合那些比较保守的 然后年纪可能也比较大了 不想说在保险里面有什么累积这种现金价值啊 这种朋友呢就可以 那就是 比如说我付10年的保费 我要买100万 那这个100万保障到121岁 你只要是说你坚持这个10年都按时来缴这个保费 那你这个100万就是一直到121岁都不会失效的 这个是就是guarantee ul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还是可以理解 理解成一个lifetime的term 那whole life呢相信最传统 很多人都了解 whole life可能像旅游live啊 marsh mutual啊 这些公司呢 它就卖传统的whole life 那whole life它可能优点呢就是什么 它的优点呢 我这里应该会有一个 whole life它的优点 那它就是也是这样子 它跟那个guarantee ul这里有相似的地方 它反正不会有lapse 就是不会有失效的风险 然后呢 保费也不会有 也不会有风险被调高 就是也是fixed的 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那个 有一个现金价值 那一块也是有保证的 就是有guarantee的那个现金价值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相对来讲保安成本 可能就会更高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嘛 因为我要guarantee 那你肯定保安公司也要会 像他们自己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whole life 那whole life可能也是会比较深的一些 比较保守的一些投保人 那最近这些年呢 非常流行的就是这种iol 我们叫index的universal life 它也是universal life的一种 然后呢 它就介于这个gol跟whole life的中间嘛 那index很多 但是很多人在卖这个index的universal life的时候 可能最多误解的是这一块 因为前面几个都是很简单的 你怎么付钱基本上都是fixed的 没有太多的变动 但是iol你支付宝费 哪怕你是同样一个人买同样的宝额 选择同样的公司都好 你支付宝费的方式不一样 就是你的宝费的额度不一样的话 你出来的结果也是非常的不一样 还有包括你什么时候进去 也就是你这个index怎么算 因为index它是 也就是说它看指数的回报来计算你的利息 这个指数也有很多公司选择的不一样 基本上像S&P啊标普这种就是每家公司都会有的 还有一些会有恒生指数啊 有8K指数啊 瑞士那种指数啊这种 就不是不是很普遍的 还有一些公司有PIMCO啊 PIMCO就不是股票的指数了 它是那些固定资产的指数 像Mary Range MLSB啊的指数 所以呢这个可变性就变成比较多 然后你选择这个指数啊 包括你怎么选 选择High Cap的 还是选择这个Monthly Cap的 就是里面是有变动的因素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就去买IUL的时候 可能要了解的东西就会比较更多 它其实比前面这几种都会要复杂一些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啊 如果你就是说你可以看 比如说我就看标普指数啊 过去几十年下来的平均 它还是相当不错的嘛 所以这个就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 呃呃 要你每个月定投定定投这个概念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定 这种方式啊 来来处理 所以呢这个IUL你要弄得好的话 它是呃也是会有这个累积功能是相当强的 比较适合一些呃更年轻一点的吧 我我基本上建议是说呃 注意不要超过五十五 或者更宽松来讲不超过六十岁啊 就是六十岁以下的人 然后呢你又有额外的啊钱想呃 投到保险里面的这个可以参考 我不会第一条来讲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简单讲一下 所以呢就想protection 但是每一个每一个都可以选择了 那第二种功能刚才讲的就是关于这个accumulation 包括那个income replacement的功能 那很多就是刚才我讲的IUL 其实IUL在这一块是相当不错的 只要你funding的对 就是你你你你付保费的方式 呃和选择这种指数的方式 你选择的好的话 这个功能在所有的选择里面 我相信这个功能应该是最强的 当然他的肯定性也是有一定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呃能够稍微 不是非常保守的人 你都可以去考虑 但是如果你自己是非常保守的人 那可能你就要选择一些保守的啊 garanty的选择啊 这个这个要看每个人啊 对这个市场的了解 那一般还有一个误区哈 大家如果你自己有IUL的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的 有一个误区就是外面有很多人用很高的利息来 来run illustration 当然这个这个这个利息也是有一个规定 因为ag49会会管制 但我是觉得如果你是用七点多啊 甚至有超过八的来计算的话就有点偏高了 最我觉得最合理的你可以看六百分之六 就平均百分之六的 甚至如果你是更保守的 你可以用用百分之五来看一看 因为所有的这个这个演示都是一个一个案例而已 一个估算而已 他不做不是说做准的 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的价值 这一点非常重要 所以你不要只是看了 哇那个number出来非常好 那也要看看保守的 但如果你连平均百分之五都不相信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买IUL了 我觉得就是像标普指数 如果平均只十年 平均只十年下来 百分之六以上 那还是非常可靠的一个数据来的 你如果你说啊 百分之五的回报你都觉得没有 那你就选择这种guarantee的就好了 这是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在这一方面 那第三类型的呢 刚才讲就是第一类就是protection保障为主嘛 第二类呢就是说你想accumulate 的现金价值的做income repayment 最后一类呢就是做资产传承的 estate planning的 那像这一类选择呢 基本上我觉得你还可以考虑的有两个 大部分会用到的呢就是这种second to die的 就是我们讲survival shift的 ok这种这类型呢其实 像gul也有whole life都会有iul也有 一般你要做state planning的话就不会买term的了 正常来讲你要做资产传承 term是是没有没有办法真正帮到你的 因为term它毕竟有个期限性嘛 那像这种second to die的polish是怎么样 他就是coverhusband and wife的就cover两个人的说 顾名思义了这是second to die 就是说要等到第二个人也去世了这个保险彩礼赔的 那一般像这种second to die的policy呢基本上我们都会建议 弄这个保险信托了 因为你的目的本身就是要做state planning 因为这里一个面还涉及到税的问题嘛 涉及到税的问题呢我待会可以再分享一下 所以呢选择second to die这种保险 它有两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说你第一个第一个先走了也不用需要管的 它赔偿是在第二个也pass away了才会发生 所以对于一些可能其中一个身体状况没那么好的 一个可能很好的那你合并起来 那个rating可能会稍微要好一点 它价格也会稍微要便宜一点 这个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是说现在资产已经很高 但是还很年轻 那你可以选择一种有IUL的 就是有这个index在里面计算你的return的这种呢 你可以去考虑 但是如果是已经年纪大的 比如说都60岁以上的了 我个人建议你可以去考虑一些比较 就是guarantee的 因为你本身做这个的目的并不是说要累积现金价值 因为像这种guarantee的保单呢 它的现金价值基本上你可以忽略不算 那whole life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考量 whole life可能相对价格来讲就要 比起那个guarantee又要可能会double了 这个就就要看你的人的想法了 可能你付同样的钱 你弄一个guarantee的universal life的话 可能那个保额会double 本来一千万个你可能可以做成两千万 不过呢你在做这个这种guarantee的universal life的时候呢 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你必须是要有一个promise嘛 保管公司promise给你说我这个是promise不会lapse的 就不会失效的 那你给保管公司的promise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按时来付这个保费 因为像这种iul啊它都是比较灵活 可能我今年付了明年可能我的收入或者有点紧张 我想暂时不付 那你这个iul你都不会有问题 它还是有一个弹性在里面 但像这种gul因为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价值在里面 如果你付了今年明年可能我几个月都没有钱支付这个保险 那这个会会lapse的就很快了 因为你最多就有60天的grace period 就60天的通知可能你超过了 你保险的可能就会被取消掉 就是会被停掉的风险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风险 就是你要按按时来交这个保费 比如说我承诺保管公司我要交十年 那你必须要按时 你必须要把这个十年都来交 这个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为什么会回应到上面那个货题之前我们提的货题 为什么我们保险需要保险的信托 除了你是说在设计这个受益人的情 需要一些比如说我的钱准备怎么来给他们 或者有时候就是你按照你的想法来设计这一块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税的问题 这一点我相信小薇也是非常清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比如说现在的遗产减免额就是1140万 那你两个人可能2000多万 但是如果你资产是超过2000万的话 因为很多人的误解就是保险是没有税的 保险是没有income tax 就是没有这个收入的税 但是呢他也是算你的资产之一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 比如说我是total有2000万的exit 然后我买了一个1000万的保险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做的话 就是没有做这个保险信托的话 那你这里呢你的总资产就变成3000万来计算了 那你在在缴这个遗产税的时候 那你就按照3000万的总资产来缴 所以这个税费也会相应就给多了很多了 就因为这个1000万是接了进去嘛 还有就是说包括那个2026三赛的时间嘛 就是这个遗产减免又回到500万 所以像这种情况你一买 你如果把额超过500万的 甚至说你超过200万的 我真的是觉得你可以去了解这个保险信托 就是对税方面也是会有一个 就是你做资产规划的时候 是会有一个帮助的 比如说这个我本来是可以有一个sample 给大家看 今天就可能就那时间也不大允许 可能就简单的讲一下 那因为选种的几类呢也是相当多 其实最主要就是大家在funding的时候 我觉得最主要你要考量几点 第一你要清楚你的需求是什么 第二呢你要找出你的budget 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人觉得我是需要保险 但是我究竟怎么样买买哪些选种 很多人就还是比较模糊的 只要你把自己的需求弄清楚了 你的budget弄清楚了 然后才去选择你合适的选种 那还要你要考量自己这个保险 就是风险的喜好 这一点也很重要 如果你是非常保守的人 可能你可以去选择一些比较保守的选种 但是如果你说你可以稍微承担一点点的风险的 那你就可以考虑像这种IUL 那VUL还有一类就是VUL VUL现在比较少人会去用 因为VUL就是直接是投资型的保险 就等于你的保费 其中有一部分是真正投资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 像VUL的可能就会比较适合那个年轻啊 然后又比较aggressive一点的 就是比较低进行的风险喜好者 可以去了解一下 目前我相信没有那么popular 因为我个人也觉得 这些保险跟真正投资 还是要稍微要分开会比较好一点 OK 那我会分享到这里 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们分享的信息对你有用的话 请帮我们点个赞 如果你对投资 理财 省税等话题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红色按钮 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可以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收到我们每一期的更新通知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每一期的更新的容炉